进入21世纪以来 宪法和人民群众省产生活 与这相关的法律法规 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 12月4日 作为每年的全国法律 大爷啊 您知道国家宪法日吗 什么法 宪法 什么宪啊 宪法日呀 哎呀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宪法是啥 宪法日是啥 法制宣传日都是啥 OK Let's go 法治性则国情 法治想那国才能更强 人民权依靠法律 法律忽然明美名扬 比方说 书山有落情为敬 血海乌鸦苦作众 血液七零监护 缺失侵害未知内合法权益 满虐待侮辱 人格有损少年身心健康 无法治民坚决捍卫保护 我被少女知己昂 心里存着敬畏 心中始终有法 才能够保障 代代都健康成长 那屁股法律咨询 在加持心里疏导 那你需要保障 维权的时刻 总有渠道 还有呢 一声宪法 宪法一声让我继续讲给您听 不仅是宁格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聆听 走起门小人受义无教育 长大后成年再承担选举 努力去工作 劳得或休息 宪法保护人民 记不权益 合法的登记 自由的婚姻 购房安加光了退休 都离不开宪法保护 敬老与养老 助老保障 绕免任何法取义 呃 这 我知道 您知道 知道 法制宣传新天讲 反诈意识要强化 二维练节目 新细与军景全代不乱花 谋有所为人人夸 知献于心 守法于行 对了 现在行动 法安天下